临时演员也是演员,TVB一线男主惩罚K.Lay Faye,把他衣服扒光光丢进Lift,还有特写镜头。 周星驰在《喜剧之王》都有说过了,临时演员也是演员,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,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为艺术牺牲。 就好像这次张汉斌这个K.Lay Faye,被袁伟豪惩罚,拨光珠放在Lift里面,虽然整个画面只有短短三秒,但依然有大特写。 图片来源,C.S.C.D.P. 他在动人的时光里试验一个很main的管理处主管,经常挤压食指皮的正经机伯伯光苏伯伯,原味好因为看不过眼就惩罚他,他才会落得脱光光的下场。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张汉斌呢? 他早前就在翻身武林誓言死囚,被丢针鸡蛋,丢酸馊豆腐,还要生吃一款放到暖了的三文鱼。 拍足四个小时,臭足四个小时。 网民看完都觉得他超敬业,狂赞他Pro。 张汉斌接受香港冰邀访问时,透露拍摄当时穿了内裤,但是导演之前就问我有没有T-back,其实他都适合质摩走条内裤边,所以尽量穿少点,拍的时候就将条内裤折细点。 问到今次几乎全裸上枕,会不会觉得尴尬? 他笑言,都有少少尴尬,因为那场戏是讲我在Lift里面扒光衫裤。 有班临时演员围住我,还有工作人员,所以都有点尴尬。 不过收到这个剧本的时候,觉得剧情很合理,坐下去都舒服,都知道会发生这件事,又完心理准备,都OK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